我们看您还拍过很多的这个 有关公益类型的电影 有一个我知道叫抱走妈妈的 2009年感动中国的一位妈妈 武汉的 孩子呢要换肝 她没有钱 她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她说大夫用我的吧 大夫说不行你太胖了 她就走100天 把这个肝上的脂肪走掉 她叫生命的马拉松 非常感动 她成功地给她儿子 就是切除了45% 儿子现在做爸爸了 您拍这戏是不是也得需要抱走啊 抱走 哎呦 天哪 第一天胆囊研究犯了 我们工作的第一天 19个小时 可恨的是 导演让我从这儿 走到这儿了大马路 之后再走回来 完了再走 我说我走不动了 能不能找一个三连车 把我拉过去 我的人拿去了 我就喊 19个小时 那您瘦了吧 那部戏 瘦了 瘦了多少斤啊 瘦了十几斤嘛 哎呦 一部戏瘦了十几斤呢 这个当年您拍这个工艺电影 后来好像您把一些收入 还捐出来了是吗 全捐了 本身也做工艺事业 对 那个戏实在让我太感动了 我演了三十多年戏了 是大家都爱自己的妈妈 不是我演的好 是陈芸荣的这种 事迹非常感动 我就把一大部分钱给了她 您这部戏就基本上 不是基本上 是一分也没拿 就一分都没拿 对对 全给大家分了 分得我这痛快 我们这部戏拿到二十多个奖了 我个人就得了两个 所以我很感动 很感动的 还有更感动的 就是方老师 听说您这个签了协议 要把角膜将来要占进去 简单结说呢 是我看了一个电影 叫《母亲的眼睛》 我才知道 当一个人长久地睡去 就老百姓说 离开了人世 这个人的眼角膜 在六个小时之内 可以救八个盲人 多好啊 救八个盲人了 你都长久地睡去了 你的眼睛可以让八个盲人 重见光明 而且我非常想 不忙的时候 再普及一下 这样的教育 跟大家说一说 呼唤一下 我们军县的观念 不是很强 感谢方老师 把这么多的欢笑 带给我们同事 还把这么多的爱 这么多的感动 也带给我们 应该的 应该的 非常地应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